生命纪 第一章 以下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舒服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在巴兰 陀佛 拉班 哈喜路 底撒哈之间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 经过西尔山 到加迪斯巴尼亚 要十一天的路程 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 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一切 有关以色列人的话 都告诉他们 那时 他已经击败了 驻西石本的亚摩利王西红 和驻亚斯塔路已得来的巴山王厄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压地 讲解这律法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在和列山吩咐我们说 你们住在这山上已经够久了 要起行 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区 和附近的地区 就是亚拉巴 山区 谢菲拉 尼格夫 沿海一带 迦南人的地和黎巴嫩 直到大河 就是诱发拉底河 看 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岂是要赐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那时 我对你们说 我独自一人无法承担你们的事 耶和华 你们的神使你们增多 看啊 你们今日好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唯愿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 使你们更增加千倍 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赐福给你们 但你们的担子 你们的重任 以及你们的征颂 我独自一人 怎能承担呢 你们要按着各支派 选出有智慧 明辨是非 为人所知的人来 我就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 你们回答我说 你说要做的事很好 我就将你们各支派的领袖 就是有智慧 为人所知的人 立他们为领袖 做你们各支派的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等官长来管理你们 当时 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听诵 无论是弟兄之间的诉讼 或与寄居者之间的诉讼 都要秉公判断 审判的时候 不可看人的情面 无论大小 你们都要听诵 不可因人而惧怕 因为审判是神的事 你们当中若有难断的案件 可以乘到我这里 让我来听诵 那时 我已经把你们所当作的事 都吩咐你们了 我们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的 从和列山起行 经过你们所看见 那一切大而可怕的旷野 往亚摩利人的山区去 到了加迪斯巴尼亚 我对你们说 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 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 亚摩利人之山区 看 耶和华 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耶和华 你列祖的神所说的 上去得那地为业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你们都来到我这里说 让我们先派人去 为我们窥探那地 把我们上去该走的路线 和该进的城镇 回报我们 这话我看为美 就从你们中间选取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于是 他们起身上山区去 到以十个谷 窥探那地 他们的手 带着那地的一些果子 下到我们这里 回报我们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 你们却不肯上去 竟违背了耶和华 你们神的指示 在帐篷内发怨言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把我们交在 亚摩利人的手中 除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弟兄 使我们胆战心惊 说那里的百姓 比我们又大又高 那里的城镇又大 城墙又坚固 如天一样高 并且 我们在那里 看见亚纳族人 我就对你们说 不要惊慌 也不要怕他们 在你们前面 行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 在你们眼前 为你们所做的一样 并且 你们在旷野 所行的一切路上 也看见了 耶和华 你们的神 背着你们 如同人 背自己的儿子一样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在这世上 却不信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一路行在你们前面 为你们寻找 安盈的地方 他夜间在火中 日间在云中 只是你们 当走的路 耶和华 听见你们的怨言 就发怒 启示说 这邪恶世代的人 一个 也不得看见 我启示 要赐给你们 列祖的美地 唯有耶弗尼的儿子 迦勒 必得看见 并且 我要将他 所踏过的地 赐给他 和他的子孙 因为 他专心 跟从我 耶和华 也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说 你也不得 进入那地 那 事后你 嫩的儿子 约书亚 必得 进入那地 你要勉励他 因为 他要使 以色列 承受 那地为业 你们的孩子 你们说 要成为 卤物的 就是今日 尚不知 善恶的儿女 必进入 那地 我要将 那地 赐给他们 他们 必得 为业 至于你们 要转回 从 红海的路 往旷野去 你们回答 我说 我们得罪了 耶和华 现在 我们愿 遵照 耶和华 我们神 一切 所吩咐的 上去 征战 于是 你们个人 带着兵器 以为 很容易 就能 上到 山区去 耶和华 对我说 你对 他们说 不要上去 也不要 征战 因 我不在 你们中间 恐怕 你们在 仇敌面前 被击败 我就告诉了 你们 你们 却不听从 竟违背 耶和华的指示 擅自上到 山区去 住在那 山区的 亚摩利人 像风群一样 出来 迎击你们 追赶你们 在 昔 击败你们 直到 和尔玛 你们就回来 在 耶和华 面前 哭泣 耶和华 却不听 你们的声音 也不向 你们 侧耳 你们照着 所停留的日子 在 加迪斯 停留了 许多日子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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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